你不懂一下 這樣我可以那個 因為他殺人就不對了 如果你殺他那你也不對 你覺得要怎麼樣比較才好 跟他說那是不對的 我想他應該不至於成為一個殺人者 但是我也不希望他成為一個被害人 即使這兩個發生的機率都很小 我也希望他不是一個 就是心裡充滿那種暴力跟仇恨的人 然後這樣長大 然後這個社會 那當然我也期待說 當我女兒唸書 受教育的時候 她所得到的價值觀就是很簡單 就是活在一個沒有死心的社會 是自明自理 而不再只是一個論辨中的議題 其實我也想說 如果說 我能夠讓 李睿洋 能夠 他長大之後 能夠了解 我們廢除死刑的流量的話 那他 他不管以後會做什麼事 那 他應該可以從 當中學到說 其實暴力不能解決問題 暴力不是解決問題的手段 那學到這個 他當然也可以學到說 那 他可能用暴力去傷害別人 其實每一個人也都曾經是 媽媽懷中的寶貝 我相信沒有一個母親 會願意看到自己的孩子 不管是 死於非命 或者是 被國家以正義的 名義 處決 所以 我希望我的小孩 未來可以生長在一個 遇到問題 用智慧去解決 而不是用圈頭 所以 我反對自己 就是我曾經到就是 監所去看過這些 所謂的死刑犯 那你跟他們認識之後 你就會發現他們 他們其實是人 不是物品 你會了解到說 其實社會正義 並不是用死刑 就可以解決的 嗯 那有個理由是 因為我看過 書籍還有電影 或者是實際上面的 那個 處決的影片 這些影片 只傳達給我一個訊息 就是 他們是一個 非常暴力的儀式 在這之間 我除了恐懼以外 我沒有辦法就是 感受到任何的東西 例如說 正義被伸張 或者是被害者家屬的情緒 可以被平復 可是我覺得被害者家屬 跟被害人 他們需要的 並不是死刑犯 就被執行掉 而是他們最需要的是 社會的輔助 跟就是國家救助的體系 那這個部分的話 那我覺得我們社會 應該去試著尋找出更好的方法 然後可以解決犯罪的問題 而不是說透過死刑 然後來製造出 就是更多的破碎的家庭 因為我覺得 反對死刑 然後可以讓這個社會的制度 跟人比較 人性 我們犯了錯 我們可以承認我們的錯誤 然後我們也有機會 可以去修改 或者是悔改 或者是重新再來過 因為我覺得生命非常的可貴 而冤錯的生命 是不可能恢復的 我也希望在未來有一天 當我有機會 向國外的朋友介紹 台灣 我可以很驕傲的說 台灣 是一個沒有死刑的國家 社會大部分的人 不贊成嘛 然後我都會跟他們說 怕勒 怕死就不會做了 對 然後就是跟他們講說 其實沒什麼好怕的 雖然我們是怕死特派員 可是我們 就是不怕做這件事情 不怕做Face 對 行斯金row 還可以說 真的在嗎 你說孩子 我手僕 魚肝 還有itte extra 今仲 的 手 樂 不ictions 這麼貧园 我們 你的心情 往下掉 以沙漠然是沙漠 慢慢會肯定 真是往前的世界中 笑笑的一個故事 一面我的中我愛的運 一面我無故的義 我無法用更好的歸難 想出對你的心情 我真正真是一心的歐路 感謝自己願 驚人自己願